反制大陸搶台灣邦交國 蔡政府想到的第一個措施 就是嚴審大陸官員來台 雖然則上說不會影響民間交流 不過台商們卻不是這麼感覺 台灣社會有仇中的心態 但相對來講大陸那邊也有仇台的心態 那作為台商在上海在那邊居住 或就業的台灣人來講 這樣的一個氛圍是不好的 蔡政府說對大陸不再忍讓 第一個受影響的 卻是夾在中間的台商 不僅大陸仇台情緒逐漸升溫 就連台商協會舉辦來台真財活動 也被自家政府關切 據說有這方面情形發生 那我是覺得兩岸來講 本身都是中華民族 然後我覺得還是不要有仇視的心態 你既然要嚴審大陸人士 那也一定也會嚴審台灣的邀請團體 所以它不是只嚴審大陸人士 你台灣這邊敢去邀請大陸人士到台灣的 你一樣要被調查 不只到大陸工作 會被政府盯上 日前高中生搶著申請大陸大學 幫忙寫推薦信的校長也被關切 但是大陸的崛起眾所皆知 政府一昧的阻止人才外流 似乎是變相鎖國 一個家長我真的有心 要把我的兒女送到大陸 去連北大清華上海復旦交大 我就會送過去我管你 那你這麼做的方式到了最後不但擋不了大勢所趨 你反而引發民怨 蔡政府自稱將一改過去對陸的友善態度 嚴審官方人士來台 但這防衛措施是防堵了陸方還是擋掉了台灣交流奮鬥的機會 即使捍衛了主權 但會不會也讓台灣產生鎖國效應和世界越離越遠 華語新聞林基祥黃運成台北報導